大家好 我是學長 那我們今天硬派Q&A第八集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什麼呢 聊一個味覺上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超多人 問我 然後這次上課的時候 這是硬派手沖課 很多人也是問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都點頭 說這個是他們碰到的問題 那就是 為什麼手沖咖啡常常會越冷 感覺起來越酸 是沖得不好呢 還是豆子有問題呢 還是因為我舌頭不行 這問題呢 是個大哉問 OK 那學長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呢 舌頭是一個受氣 受氣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會感受風味 就這個 就這個意思 那 但是風味呢 其實我們風味煮到咖啡裡面的時候 風味就在裡面 當然一些氣體是會飄散掉 但其他的東西基本上 在短時間之內 從高溫到低溫 他是不太會有太多的變化 所以一般來說呢 你從高溫的時候 感覺到 不太酸 到低溫的時候覺得很酸 主要原因不在於是咖啡有變質的問題 而是說你的舌頭 這個受氣呢 他在從高溫到中溫到低溫的時候呢 他對於風味的敏感度是不一樣的 一般來說 我們在高溫的時候呢 舌頭對於酸質的 敏感度是比較 比較不顯著的 就比較不容易感覺到酸 可以感覺到比較多的甜度 OK 那酸味不顯著 但是低溫的時候呢 是相反的 你的酸味就覺得 比較顯著 那甜味呢 會比較不顯著 所以呢 如果這個時候 以咖啡為例子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煮了一杯咖啡 他其實有酸有甜 OK 你在高溫的時候 因為你舌面對於酸質的敏感度比較差 所以你會覺得說 好像高溫的時候 甜甜的 沒有什麼酸質 但是越喝越喝越喝以後 會覺得好像酸質浮現 你的酸甜會變得比較平衡一點 有酸有甜 稍微酸一點點的話 這是正常的 但是 這個情況之下呢 也正好是各位 可以去品嘗 不同風味的 絕佳時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才說的嘛 高溫的時候 對甜味比較敏感 那你是不是就應該去 認真地去思考 喔高溫的時候 甜味很多 有什麼甜味呢 是蜂蜜甜 黑糖甜 紅糖甜 砂糖甜 蔗糖甜 還是 蜂糖甜 等等的 瓜果甜 這麼多種甜味 是哪一種甜呢 那是強度 高不高 可以去想一想 但是隨著你的溫度 一直往下降 你可能酸味稍微 略高一點的時候呢 你就開始想 果酸味越來越顯著 可以去想像一下 對不對 這個果酸 跟你平常喝到的 水果酸 是比較接近哪一種啊 是櫻桃啊 還是 橘子啊 檸檬啊 葡萄柚啊 莓果啊 這些水果的酸味 是哪一種酸味呢 甚至還有乳酸 甚至於如果烘得不好 還有汗酸 臭酸 這都是有可能的酸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利用 高溫的時候呢 多感受一下甜 低溫的時候多感受一下 酸 但是 每次都是這個 但是最可貴 但是 如果你的咖啡 在高溫的時候呢 不酸 但是在低溫的時候 非常酸 酸的不正常 學長告訴你 可能有可能是你的 沖煮出了問題 因為呢 雖然我們的舌頭 對於 在溫度高低不同的時候 會有 酸甜上面感受的不同 但是 我們也不應該 在冷的時候 感受到那麼多的酸 如果你感受到那麼酸的話 代表說什麼呢 就甜度萃取不足啊 OK 所以你在溫度特別低的時候呢 酸味就會突然爆增 這個時候呢 你要好好想一想 我的沖煮上面是不是 甜度不夠 所以你要怎麼樣做呢 基本上呢 你必須要讓你的沖煮時間 變得比較長 假設你平常 這一把可能沖 1分50秒 你可能要考慮要 把時間變成 2分10秒 2分5秒 加個15秒20秒 讓你的甜度呢 表現得比較多一點點之後呢 再喝喝看 如果溫差的情況之下 有一點點酸質上的變化 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有太多的變化 通常代表你的沖煮出了問題 OK 好 那我們今天 impact就刷到這邊位置後 多感謝一下溫度的變化 是各位進步的開始喔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